欢迎收听幼华圣博会 祝日福音温兴 2021年12月26日 平年姓家座 共土姓六家福音 10年会游多座 亚索北部 都会去亚禄山林过座 到亚索十一回时 他们也照着去亚禄山林过座 这期过后 他们要回到的时 小孩亚索要留在亚禄山林 亚索的北部都没害羞 亚索亚索在做飞行的人中间 他们走一日的路上之后 这期亲近跟实在的人中间找亚禄 他们找不到亚禄 就倒回去要留三点找 三日后 这期生殿来找到亚禄 他坐在京室中间 也疼也疼 反而听到他说的人 都对他的聪明和印度感到虚伎 他的北部看到这儿后 也就怕 亚索的母亲 跟亚索说 小孩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台湾呢 你看 你的老婆和我 都很烦烈 一直在找你 亚索跟他们说 你怎么就找你 你怎么不知道 我应该住在我的天父的处 还有 他们不了解亚索对他们所说的话 亚索就跟他们回去十十里 跟他们做飞行 他不想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 亚索的地毁到你会 在天主和人的疼爱中 一只鸡天 福音别笑 今天这个福音 是起头 就跟我们说 亚索的北部 每年都去亚禄三顶 这个小家庭 他们每年都在亚索 都在亚索 到亚索每次 跟天主建立关系的机会 他们想不到的事 这几段亚禄三顶 各种的条件 已经不用出 小喊亚索 要听亚索 感慨性经的行驻 半十一会的亚索 对北部去亚禄三顶 因为专心跟亚索 讨论性经 所以老地亚禄三顶 没对北部回家 就舍到玛丽 发现小孩打不去 一定是烦恼到不吃不睡 心工会得来找找亚索 三个月后 他们在圣殿找到亚索 他们就问亚索 说 小孩 你怎么能这样对台湾呢 亚索他们说 你怎么就找我呢 你怎么不知道 我应该住在我的天父的家 亚索也很清楚 你跟他们说 我做的 是让你们开心的事情 也是我天父的事情 因为 你们的家是 让我学到到天父 有亲亲的连结 也是因为 有你们在背叛 我才能说出 让人感动的话 不过 就舍到玛丽 他们不了解亚索 对他们所说的话 让他们记得 生亚的这段对话 在平和的气氛中结束 这件事 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亚索就跟他们回去十多 跟他们做的大 他们的母亲 跟这些话 都记在心内 亚索的地位 跟年纪 在天主跟人的疼爱中 日日处天 亲爱的朋友 你敢有看到 用爱做基础 对话 对话 也有机会 表达心理感受 这也健康 一个健康的家庭 需要用爱的围意 来修天 又要有天主 生殊的围定 和地区 让我们可以 向上担待 和交代 有点 要过家庭生活 并不简单 我们每日 跟家庭的人 担待 多少 都会有些 欧队好 或是意见 厉害的事情 发生 教会 做到性价 也是 我们 在家庭生活中 可以 让性价 用爱的围意 对话 更 让上 接纳 保佑 和原爱 可以 成为 基督化的家庭 亲爱的朋友 自今天这期 我们来学生家 对外人 加一些讨论 加用爱的围意 来对话 又继续天主 修修饮店 和地区 让我们跟家庭的人 的关系 更好 家庭生活 更好 更好 成为 Marian 不 不 割 从 大 皮 不用 五 interventions 搭聂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